穿越小巷扫街拜票 身穿橘色外套的皮亚拉 在本届泰国大选中代表前进党参选众议员 今年32岁的她是2020年 学生街头运动里的知名活跃分子 从过去街头学运和警方对峙 如今放软姿态挨家挨户拜票 对皮亚拉来说并没有太大差异 她认为抗争的理想依旧存在 我们是没法在变成 比亚拉说政变对泰国的年轻世代来说 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因为从此泰国政治就喊军方密不可分 若能选上众议员 她的首要任务就是推动公投 为泰国制定一套新宪法 未来让泰国再也不能有政变 像皮亚拉这样参与过街头运动的年轻世代 投入本次选战的人不少 另一位勤走基层的是30岁的中皮茶 她在泰国社运圈活跃了十多年 这次大选也同样是代表前进党参选众议员 一大早中皮茶就来到位于巴吞塔尼府的选区市场 一摊一摊的拜票 希望未来为人权争取更多空间 中皮茶碰触的议题敏感 拜票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意见相左的人 她说不会因此放弃和民众沟通 只要有一个人会开始质疑自己先前相信的事物 就算成功 胜孕人士投身选举 从街头走向社区街坊 虽然角色转变 但他们期盼为人民发声的初衷 没有改变 庄社记者吕新慧曼谷报道